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特朗普的全国民调支持率已跌至谷底 他再次依靠自己善于挑拨离间的本领来分裂国家 并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 从他在这场大流行期间不负责任的领导上转移开来 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6号报道 日前民调持续下滑的特朗普终于迎来一丝转机 亚裔美国选民获助特朗普赢得大选 报道指出 在美国 越南因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中最保守的群体 眼下距离大选日还有不到三个月 亚裔美国选民获成为特朗普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该报道分析 最近共和党支持率下降有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是人性的自然起伏 民族同化和发展 第二个是冷战结束后 国民将注意力从外交政策转移到国内热点和社会问题 根据美国太平洋岛民投票组织的研究 尽管50岁以下的越南因美国人对共和党的认同感越来越少 但是仍然有许多长辈鉴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尤其是特朗普 事实上 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四年里 与中国在贸易外交上的多次小冲突 只是让这一阵营的选民更喜欢特朗普 报道指出 越南因美国人居住位置十分分散 有近78万人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 30万人生活在德克萨斯州 6.5万人生活在佐治亚州 8.5万人生活在佛罗里达州 其中德克萨斯州 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被认为是2020年大选的摇摆州 因此越南因美国人可能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扮演关键角色 有专家建议 特朗普应该利用这些老一辈人对中国的偏颇态度 以及对历史上民主党总统的不信任已赢得大选 事实上 特朗普也确实在践行这一建议 甚至利用这一点作为连任的杀手键 7月21号 特朗普突然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限期72小时 要求中方工作人员离开领事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的一篇报道称 美国此举依在向国人展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 以挽回特朗普下滑的民调支持率 还可以回归到2016年助期赢得大选的经济民族主义主题 报道还指出 临近11月 美国人将会看到特朗普对年长的越南因美国人多么的有说服力 可以肯定的是 年长的越南因美国人将会继续忠于他 对于民调支持率全面落后于拜登的特朗普来说 这些越南因美国人可能是帮助他赢得大选的救命稻草 不过在大选结果还没出炉的情况下 目前一切都还是空谈